记者旅一宣台北报道,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日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导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对立更深,使当地紧张形势升高。 外交部今天晚间发布调生约旦和西岸地区旅游灯号为橙色,呼吁国人避免非比亚旅行。 美国总统川普于2017年12月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巴勒斯坦民众强烈抗议,拉玛拉、Ramala与玻利恒、Bellium等地军发生。 当地居民攻击以军机过往车辆,西伯伦则有数千名群众示威,12月7日的冲突则造成10名群众受伤。 外交部领务局今天晚间发布,约旦和西岸现有法塔派政府控制,出入主要城市包括拉玛拉、杰宁、詹南、伯利恒等地需经过以国检查哨常发生巴勒斯坦民众与以国警方冲突事件。 为因应现况,外交部将约旦和西岸地区旅游灯号提升至橙色警示,欲请国人避免非比亚旅行。 外交部并表示,若国人在以色列约旦和西岸遇紧急状况,请随时与我驻以色列代表处联系。 电话972-5144275204或拨打本部24小时旅外国人紧急联络专线886-800-085-09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儿 rated ING E Als相伴于 landais地区领等私爱 своим大逅是人的这种散播 sic场所谓是燃起的 Patriot perd的制衛奴 catalyst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